善男子 我已往昔受雄生时 虽具烦恼 烦恼与我无字在立 释迦牟尼佛说他自己本身的事情 十二部经理念有本身部 本身 本事 无语成有 本事是指佛弟子们的过去修行佛道的事情 本身是指释迦牟尼佛过去生生世世 行菩萨道的事情 叫做本身部 在这个大圣章里面也就叫做本缘部 本缘部里面就包含佛的本身事 跟弟子的本事 佛对善生说善男子 我已往昔受雄生时 我 释迦牟尼佛自称 往昔就是过去久远接前 在行菩萨道的时候 曾做过出生道之生其中的一种雄 雄 是山上 深山里的一种雄和的兽类 这个雄的种类也很多 所谓有狗熊 猫熊 人熊等等 这些恶兽啊 普通一般的恶兽都会伤人 都会吃人的 那么释迦牟尼佛在其他的经里面曾说过 他过去是曾做过这个很凶货的雄的身份 那么这个雄是出生道的生啊 当然他看起来是有烦恼的 而且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啊 他还没有断烦恼 那个时候还没断烦恼 只是能够把烦恼的种子扶住 让他不要升起现行 就是扶获 能够扶获 还没断过 所以虽具烦恼 烦恼于我无自在律 虽具烦恼 虽不尽之词 虽然是有烦恼 具备烦恼的种子 虽具烦恼这句话是说 那个时候他还有烦恼的种子 他生吃的烦恼种子 他们都有 他那个时候都有 可是你烦恼于我 无自在律 这些烦恼种子 对于佛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啊 烦恼不自在 为什么没有自在律啊 被他用道力扶住了 道力扶住了 这个烦恼种子被道力压住扶住了 不自在 不能随便升起现行 这个情况就好像 这个草的种子 用石头把它压住了 石头压住了 草根虽然存在啊 它没有办法生下起来 为什么 石头压住了 石头的力量很重 它这个草根的嫩牙呀 长不起来 这个草根就比方那个烦恼的种子 石头压它 就是扶住烦恼 扶过 这个石头就是比方它的道力 它这个历节修行的功夫 它的道力能够把这个烦恼压住 压住 不让它升起现行 所以这个烦恼 在这个行菩萨道的人 无自在律 没有这个力量来发展 虽然有烦恼种子 烦恼对它没有自在律 那么因此它虽然是受恶道之身啊 它不会像普通一般的恶兽啊 去伤人 害人 造业 它不会这样 因为它能够把烦恼压住了 烦恼没有自在力 不会升起现行 所以它虽然是这个熊 但是它不会伤人 因为它充满慈悲心 下面就说 何一顾 何一顾是真问 问出 为什么 它既然是个出生到自身的熊 为什么烦恼对它没有自在力 接着就说 具正面顾 答复这个问题 它为什么不会使烦恼升起现行 而使它得到自在力 烦恼为什么没有自在力 因为它有正念 正念就是它的修持功夫 就是它的道理 它这个正念就是修持功夫的道理 把这个烦恼压住 正念压住这个烦恼中子 让它不会升起来 因为它具备正念的缘故 所以烦恼就升不起来 我一而始 年龄众生 永父正法 修行 罚行 释迦牟就说 我在那个时候 我一而始 我们讲文化就是我在那个时候 有它做熊身 做熊的那个时候 它虽然是个熊的身体 可是它的内心 充满慈悲心 它能够怜悯一切众生 它能拥护佛的正法 在那个时候 它能拥护佛的正法 它能够修行罚行 佛所说的 一切法的修行方法 它都能够实实在来去做 根据 太区大师的讲录里面 解释说 在其他的经里面说 佛有一生 曾做过熊 而这个熊很慈悲 因为有一部 去鹰 就是人家丢掉的小孩子 婴儿 人家把这个鹰儿丢掉了 不要 而这个熊啊 会把这个鹰儿把它捡起来 抱回去 抱回去 养育它 那么一直养它 到了这个小孩子长大 成人 它这就是显示 这个熊的慈悲心 它不但不伤害这个小孩子 而且它爱惜它 抱回去 把它保养长大 这不一定是 在本身部里面的经典呢 是曾说过 例如说 佛本 本信经 或者是 这个本事经的 那么在 藏经里面 属于这类的经典很多 有的时候看 虽然是看过了 不用心 没有把它记下来 究竟是在哪里 忘掉了 一小子没办法查 这位都是佛在 过去行菩萨道的时候 实实在在 经验过的事情 那么不但是做熊 那么其他 仇山道的生物 他都做过了 所以接下去 就说 说 巨陀生 巨陀 印度化 翻成中国化 就是牛 巨陀生 就是牛生 意思就是说 佛在过去 行菩萨道的时候 他也曾做过牛 经里面 曾说过牛王啊 佛过去 曾做牛 是以牛的身份 来度化 出生大出生大出生 那中生 解冰七楼生 解冰七楼也是印度化 翻成中国化就是鸟 鸟 情类 鸟生 也做过受类 也做过情类 不但是受类 秦类 那么其他的动物 例如说 经文说的 兔身 做过兔子 兔子 蛇身 也曾做过蛇 蛇是个很可怕的动物 但是佛在行菩萨道的时候 也曾做过 象身 做过大象 金子鸟身 金子鸟 就是这个八部里面的 加罗罗 这个鸟 很大 它把两个枝棒 打开的时候啊 把整个太阳都遮掉了 那么 这个金子鸟 一龙为石 在经里面是这样说 那么 他也 佛在王子 也做过这个金子鸟 鸽身 这就是鸟类 也曾做过鸽子之身 那么这个 戒边齐罗的这个鸟 就是指夏文所说的 金子鸟 鸽子之类 那么其他的鸟都做过 鹿身 做过鹿子 这个鹿子 就是这个 波罗奈波 鹿耶院的故事 大家比较容易听到的 也有很多人知道 看过这个故事 就是 释迦牟尼佛网基 曾做过鹿王 一个善鹿王 一个鹿鹿王 就是在这个 波罗奈波的鹿耶院 那个地方 那个鹿院的地方 据说 就是佛 过去在 行菩萨道的时候 曾做过鹿王之身 波罗奈波的国王 在那个时候 去打猎 那是九元之前 不是现在 去打猎 那么把这个座位 围起来 那么围了好多鹿 就是 去说的经里面 就说了 学义经里 也有 学义因缘经 里面也有说 那个时候 有两个鹿王 一个善鹿王 领导五百个小鹿 一个恶鹿王 也领导了五百个鹿 那么被这个国王围住了 如果一下子杀光了 这很糟糕的事情 所以这个善鹿王 就跑到 波罗奈波的国王面前 他打猎 跑到他们面前 要求他 说人话 他能说人话 前面经文说 他善之人语 善之人语 所以他会说人的话 跟那个人王 波罗奈王就说了 他说大王 你把我们都围起来 一下子杀光了 你一下子吃不了那么多 这一千多个鹿 你一下子杀光了 你也没有办法 一下子吃完了 不吃完 你会坏掉 从前没有冰箱 那个时候没有冰箱 没有地方放 会坏掉的 你这样子 一下子杀掉 你不如 让我每天 送一个鹿给你 每天 我们轮班 送一个鹿给你吃 你天天 有新鲜的鹿肉好吃 有新鲜的鹿肉 那么我 我这边的鹿子的 这个种族啊 也不会被你灭掉 那么这样子啊 不是很好吗 两全其美啊 这个波罗奈国 当时的国王 不是现在的了 九眼街前的事情 那个国王听到啊 这个鹿子会讲人话 这第一就是很特别啦 而且说的话 都是很有道理 好吧 那我就放里面回去吧 那么当天呢 就送一个鹿子给他 带我去做菜啦 从此之后 这个善鹿王又鹿鹿王 这两个鹿王啊 两边就轮班啦 比如说 单日是善鹿王送 双日是鹿鹿王送 这样子 轮流啊 一天送一个鹿子去 给国王 走菜 那么这样子 当然 鹿子就不会 一下子死光啊 大家 照轮流 就是死 大家也甘愿了 不会一下子死光吗 总之他能够多过几天啊 那么过了相当一段时间之后啊 有一天 这个鹿鹿王那边呢 轮到一个鹿母 鹿母 就是母鹿啊 这个母鹿正好是怀孕 这个鹿子还没生下来 快要生了 再过几天就生鹿子 可是正好明天就轮到他了 轮到这个鹿母 要去给国王走的餐了 那么这个鹿母啊 就向这个鹿鹿王要求了 大王 我当然是明天要去啊 可是 我这个肚子里面的孩子不该死啊 他不能在明天就死啊 能不能 你另外派一个鹿子去 我等过几天 我这个小鹿都生下来之后 我再去 好不好啊 这个鹿鹿就不高兴啊 鹿鹿王不高兴啊 你怕死 谁不怕死啊 谁愿意提早死啊 你轮到你 你就该去 他有什么话讲啊 那么这个鹿母 看这个他的鹿王没有话讲 他自己心里觉得很难过 因为他自己当然该死 可是这个鹿子不该死 他想不出办法 后来就想到那边的善鹿王 有没有看到这两个鹿王吗 不过他是属于鹿鹿王这边的 他们既然没有办法就跑到这个鹿鹿王那边去了 就跟鹿鹿王要求 鹿王啊 你好心帮我吗 好不好 他说怎么样 他说明天是轮到我 我向我的鹿王要求 就派另外一个鹿子去 等我过几天 这个小鹿子生下来之后再去 但是他不肯了 大家都怕死 谁愿意先死啊 那么因此我就找不到替我的人 那么我当然是要去今天该死的 可是我这个鹿子不该死啊 那么这个善鹿王就很好心了 好吧 你就留下来 留在我这边 我找鹿子带给你 哦 那么这个鹿王 把这个鹿母留下来之后啊 你想想 谁愿意去啊 谁也不愿意死 那么任何鹿子都不愿意说是提早去的 不可能有鹿子愿意去的 因此这个善鹿王啊 到了明天 他只好啊 不声不响的 自己跑到王宫里去 这个波罗奈王的国王 一看到鹿王自己来 他吓了一跳 哎 难道你那些鹿都给我吃光了吗 鹿王说 没有 不但没有吃光 而且我还增长了好多鹿子 啊 繁衍了好多了 哦 既然如此 你为什么自己来啊 都说不是的 因为另外一个鹿王那边啊 那文流今天 啊 轮到一个鹿母 要来给国王做菜 可是这个鹿母啊 他的鹿子 过几天才会生啊 假如今天 让他来的话 这个鹿子都要 杀死了 他自己该吃鹿子 不该吃啊 他要我找代替的鹿子 我不好叫谁来代替他 我想 只有我自己来代替他 我来代替他 没关系啊 大王 你就把我的身体拿去做菜吧 没关系 这个波罗奈王 一听到这里就感动了 感动得流下眼泪了 他就说了一首句众 你是鹿头人啊 我是人头鹿 先说了这么良一话 那么他说 这样看起来 你虽然是个鹿子啊 你是鹿头的人 你虽然是鹿生啊 而你的心比人还好得多 我我虽然是人生啊 我是人头鹿 我带住人头啊 鹿而不如了 真是 人不如轻松了 真的 人不如轻松了 他自己想到这里难过呀 他就下决心 他从今天去 我就不吃肉肉了 不吃肉 他就跟这个 上鹿王说 你回去吧 回去吧 从此之后 我再也不吃肉肉了 现在有许多吃肉的众生 可惜就没有这个鹿王来感化他 不过现在的人 跟从前的波罗奈王 可能也不一样 你送去 正好是送掉老命 给他吃掉了 你现代人 也不会有这么 人死心吧 那么这就是 佛过去 曾做过这个鹿王 这个事实的故事 在这个本身经里面 悬疑因缘经里面都有 那么后来 佛就说呢 说那个善鹿王 就是释迦王 因佛行菩萨道的时候的前身 那个恶鹿王 就是提布达多 就是提布达多 那么这是佛往昔 做鹿子的身 在本身经里面 有四十个记载 还有 猕猴 做猴子 还有 谷羊 羊子上面的 这个字 念作谷字 跟那个谷东的谷 同音 这个谷羊 就是熊的羊 熊的羊 讲路里面 太学大师的讲路里面 写着 吃羊 吃熊的吃 可能是避悟 也可能是排字的时候排错 我查过字典 这个谷羽子 是指的 公的羊 熊羊 不是吃的 不是母羊 所以我说的 所以我说的 所以我这个客家话有很多跟这个国语相近的地方 例如这个谷子 这个谷子 客家话说这个雄性的动物都叫做固 固 固文 就是这个字 就是用这个字 就是 就是 什么是雄性的 都称为 谷的 啊 谷耶 啊 就是 不是母性的 是公性的 都称到 谷 那么 这个字 就是念的 谷字 啊 就是一个字的 啊 流传出来的 习惯 谷羊 就是公羊 啊 就是熊羊 鸡 吃 本来这是 两 两种的 鸟 啊 鸡是鸡 吃是吃 吃 是三鸡 这里叫做鸡吃 没有标点 会变成一种啊 因为这个标点是根据 太宇大师的讲录里面 原来的新标点 把它啊 这个 这个 照原本 剪下来 啊 这个大字的 所以结果之啊 鸡跟吃 他们有点 没有点 会变成鸡 与吃 只连成一个 就变成吃鸡 有三上的三鸡 呃 应当是可以分开来 鸡 可以吃到 普通的一般家庭 养的鸡 啊 那个吃 可以吃 山上的野鸡 啊 三鸡 的吃 吃 长得比较 漂亮 它的毛很漂亮的 还有孔雀 孔雀呢 大家到了这个 动物园里 都可以看到的 鹰鸥 不知道 这个鹰鸥 它会学习 人小话 啊 所以古人呢 凡是讲这个 秘密的话 不敢在鹰鸥面前讲 啊 鹰鸥 头前 不敢言 啊 在鹰鸥的面前呢 不敢讲这个 秘密的话 因为你讲这个 秘密的话 它会学人言 正好给它学到了 啊 替你学命 那就糟糕了 所以这个重要的话 都不敢在 鹰鸥面前讲 因为它很聪明 它会学人讲话呢 下面一种动物 呃 这个 我们讲客教话 什么 哈马 哈马 啊 可是这个字呢 上面那个字啊 呃 它有两音 我查过字典呢 因为我没有读过 国风孟佛 我也对这个国语 不标准呢 我就查一查 啊 那么查一查 看看呢 这个字有两音 啊 例如这个虾 啊 炒虾的虾 那是念着虾子 可是这里 这个哈马的哈 不念着虾 念哈 啊 就是住那个哈哈笑的虾 哈 哈 嗯 那么应该是念着哈马呢 可见这个客教话 原来的 呃 就是原来的过语吧 啊 因为这个注音上 这两个字就念着哈马 就是哈马 客教话 完全是客教话 嗯 所以你不相信 你看这个唐宋时代的那些文章啊 很多都有客家话的 都有客家话的 尤其啊 我看过苏东坡全集里面 苏东坡的这个平常的对话呀 很多都是客家话 嗯 例如说 游吾的吴啊 他都是 都是磨 游某 游某 就是磨 磨啊 就是吴 就是客家话 可见宋朝的时候 苏东坡那个时候讲的话呀 吴啊 还是某 游某 游某 不是游 是游某 所以他那个吴 往往啊 用那个毛子 啊 这个皮毛的毛啊 去注那个音 注那个音 所以这个某啊 他就注那个某 某跟某啊 是差不多同音 客教话同音 可见这个唐宋时代 有好多中原的话呀 都是跟客教话相近的 所以客教话 原来就是最古老的国语了 呃 呃 不是因为我自己客家人 就呃 台高升降 呃 你不相信 你可以查查看 可以知道的 呃 看古书啊 有许多地方可以证明 那么这个 呃 哈马 就是完全是特教话 练起来就不像国语了 我起初以为是要念作狭马了 呃 可是按照这个词典 呃 并不是狭马 是哈马 这是一种青蛙类啊 呃 最接 最接 呃 呃 就是青蛙类 呃 这种的动物 很聪明 呃 而且 他 他这个 这个临死的时候啊 很痛苦啊 而且很不容易死 啊 听说呀 人们杀这个青蛙 啊 哈马 这类的动物啊 刀在他的身上 他这四个脚都会抱那个刀 啊 他知道他这样死 就是恐怕 所以啊 呃 这类的动物 呃 尤其在田里 现在的田呢 都是农药 把这些动物都啊 把它农死了 很可惜 啊 偶然能够听到哈马叫啊 很不容易 啊 那么如果是从前的话 田里有水啊 就听到这些动物在叫 啊 青蛙的声音啊 到处都能闻到 这类动物啊 是很余知 有的又有很聪明的情况 啊 所以 佛在行菩萨道的时候 这些声 他也受过了 啊 不过 在本三经里面 要把这一样一样 统统找出来 恐怕就很难了 啊 那么将来有空的话 不妨自己去看这个 本三经 本字 啊 那么看佛 过去行菩萨道的那些四经 佛说 我受如是鸟受生吃 虽具烦恼 烦恼于我 无自在利 这句话跟前面的受雄生的话 讲同啊 总结上文 佛说 我过去在行菩萨道的时候 我虽然受这些身份 鸟 受累 这些身份 我受这些身份的时候啊 虽然都具备有烦恼 这就显示它 祸还没断 烦恼没断 有种子 虽具烦恼 烦恼从子还存在 烦恼于我 无自在利 它能够把烦恼从子 押付住了 不生起践形 烦恼于我 无自在利 啊 福祸 而不能断过 不是不能断 而是把它礼物住 这种所谓 礼物或论生 论是滋论 滋论生时 可以在三界六道里面 受种种之身 来做 菩萨道的实验 烦恼于我 无自在利 假如烦恼于菩萨 有自在利的话 菩萨就不能行菩萨道 这一点要知道啊 那个时候 烦恼如果于菩萨 有自在利 烦恼能够自在 发生作用的话 菩萨就不能行菩萨道 他就不能做 出生道的众生之中 又能做 红发立生的事业 就是因为他 虽然是受这个 出生道之身 但是烦恼 对他没有自在利 而他的道力 有自在利 这就是道力 胜过业力 道力胜过业力 平常是如果 业力胜过道力的话 那修行就不能重就了 现在在 行菩萨道的时候 因为他的道力 胜过业力 业力就对于这个道力 无奈他和了 他就没有办法了 所以啊 业力 烦恼 没有自在利 而他这个菩萨道 就能够如愿而成了 接着就说 活一故 具正念故 为什么他这个烦恼 不会有自在利 因为他有正念 正念就是他 俘获的方法 也就是他的道力 有正知正见 真正完全明白 他自己在行菩萨道 他这个念力很强 就是他的道力 他有这个正念之力 来养护烦恼 不让他自在的缘故 所以他虽然是受 出生道之心 他照样能够怜悯众生 他能够拥护正法 看出经文 他怜悯众生 他拥护正法 修行法行 他按照佛法里面 所说的佛法 他一一修行 一点也不会放松 这是说 佛在过去 行菩萨道的时候 所做的一些 在六道龙回里面 做出生道的身份 来做这个 行菩萨道的事业 基督经文说 善男子 以激谨事 我立大愿 以愿立故 受大余生 为助众生 利益极客 使我生则 修道 念到 无恶 罪过 世间的佛过去 在行菩萨道的时候 也曾做过大愚之身 他为什么做大愚 像金鱼之类 很大的鱼 因为当时 世间的人 遭到这个激进 就是 没有饭吃 做激发 激进就是激发 做激发 没有饭吃 世间人 没有饭吃 会饿死 那么 佛在行菩萨道的时候 就立大愿 建立一种 很大的愿力 他说 我当时建立大愿 以愿力的缘故 受大余生 他在海里 变化做 一个很大的鱼 把这个鱼 就游到 这个沙滩上 让这个 岸上的 陆地上的人 没有饭吃 会饿死的 通通 都来吃他的肉 吃这个大鱼肉 所以 为诸众生 立即可 要使令这些 做激发 没有饭吃的众生 使他 离去 这个激发 没有饭吃的痛苦 没有水喝的痛苦 让他能够吃饱 不知饿死 不但是 使众生 有这个大鱼的肉 可吃 而且 他使这个 凡是吃他的肉 的众生 都能够发菩提心 来修佛法 所以说 使我身者 凡是吃我的身体的 吃到这个大鱼肉的 都能够修道 能够念道 就是他知道 由此发起菩提心 学习佛法 修行菩萨道 念念不忘于佛 所说的菩萨道 那么虽然吃这个大鱼之肉 虽然是吃大鱼之肉 普通一般吃肉 是有罪过的 是欧业的 可是因为这是菩萨实现 菩萨 行菩萨道 愿意把这个身肉 布施给众生 因此 众生虽然是吃这个大鱼之肉 没有欧业 没有罪过 这是菩萨 发大愿 布施给他们的 所以虽然是吃肉 可是他们吃的 跟吃菜一样 过过有罪过 这是菩萨的愿力所识 接着又说 如果遇到世间流行病 疾病 这很严重的传染病 事先碰到这个 很严重的传染病的时候 被传染了 很快就会病死的 碰到这种情况 佛在行菩萨道的时候 又发大愿 父就是又 又建立大愿 那么他的大愿的愿力 就是要治这些传染病的病 使他快好 那么用什么方法来治他们 他们的病因 菩萨就发现把这个身体 变成一个药兽 一颗兽 一颗大兽 这个大兽就是治病的药 就是治病的药 凡是有流行病的人 有传染病的人 看到这个药兽 听到这个药兽的名字 或者是接触到这个药兽 或者是吃到这个药兽的皮 药兽的皮肤 或者是吃到这个药兽的血肉 就是指这个药兽的身份 比如说这个药兽的水质 或者是他的身体上的这个瘦肉 甚至这个药兽的不随 这个药兽的这个中间的这个 很硬的地方里面也有不随 那么凡是吃到这个药兽的身份 无论在哪一种病兽处医 所有的病很快就好 吃到就好了 这个故事出在这个《华严经》 《大华严经》里面说 佛过去行菩萨大的时候 曾做药兽 叫做药兽王身 他这个把身体化现 做一颗兽 就叫做兽王 以这个药兽王 来治众生的病 无论是吃到他的 这个瘦身的叶子 根子 皮 所有的全身 任何一段 吃到了所有的病 统统除去 所以菩萨在行菩萨道的时候 不但是现动物 也现植物 所以在《地上经》里面说 佛不但是在行菩萨道的时候 现这个动物之身 甚至山林 川 圆 寿 木 花草 他一一都可以实现 都可以把他的身体 变现成一个大山 一个寿林 一个流水的川 水源 乃至草木 等等 他都可以实现 总之 只要与众生有利益 他通通可以实现变化 使众生得到利益 山林 菩萨摩佛山 受如是苦 心不退转 失明义菩萨 佛讲到这里 总结上门说 上神不是问 要怎么样才知道 自己是实义菩萨吗 佛说到这里 就跟上神说 善男子啊 你要知道 行菩萨道的大菩萨 受上面所说的种种苦 柔是指上门 上面所说的种种苦恼 乃至做除三道的身份 来度化众生 乃至变成植物 这些都是很苦的事情 可是他的心不会退转 念念在菩提道上 努力进步 而不会退转 假如能够做到这种的程度啊 那你就可以知道 你是一个实义菩萨 是明义菩萨 这就叫做义菩萨 义是实义 真正实实 厚佛菩萨的明义 明乎其实的菩萨 如果是突发性的凡夫菩萨 他有的时候像过假明菩萨 有的时候又像过实义菩萨 有的时候假明实义混在一起 有的时候实义里面有假明 有的时候假明里面有实义 不顺遂 到了不对转的菩萨 像上面所说的 他只有实义 而没有假明 这就叫做实实在在的 明乎其实的实义菩萨了 这是佛大夫善臣所问的话 到这里总结 下面再提示行菩萨道的时候 有许多需要知道的 所以经文说 菩萨修行六波罗蜜师 终不需求六波罗蜜国 但与利益众生为四 行六波罗蜜 行六度 布施 实践 忍肉 精进 禅定 波罗蜜智慧 菩萨是印度化 翻成中国化 就是道理案 也可以翻作度 也翻作四究竟 佛大正在修六波罗蜜 修六度的时候 他不会希求六度之狗 中国希求六波罗蜜国 他虽然在修六波罗蜜 他只在耕耘 他不去想到收获的事情 他不去想到收获的事情 那么就是说 他虽然是新菩萨道 修六度万分 可是他不会希求这个六度之狗 例如布施 将来很有钱 他不会想这些 乃至修禅定的大禅定 所得的禅定之狗等等 他不会想这些 他只是 实实在在在 行六度 他为什么不会想到这个六度之狗呢 因为他只是为了利益众生 但以利益众生为事 他的目标 实在使众生的利益 只要使众生能够得到利益 菩萨道的目的就达到了 那么将来结果如何 他不问 不去问将来的结果 只问现在 是不是能够把菩萨道做好 六度有没有修好 他的目标只在这 菩萨生之生之过犯 所以乐处 为利益众生受安乐多 三界六大能为生死 这个过犯 菩萨深深了解 完全明白 三界六道是 龙回生死是很苦恼的 六大龙回生死苦恼的过犯 菩萨是很清楚 了了明白 既然知道三界六道 龙回生死很苦 菩萨为什么又很喜欢 在这个三界中 所以乐处 所以菩萨很乐意的 住在这个三界之处 在龙回生死之中 他为什么 为利益众生受安乐多 他为了有利益众生 使众生得到安乐 受到安乐的缘故 所以他虽然在这个三界六道里面 明明知道很苦 他也乐意去接受 甘愿去接受 他不会厌苦 所以菩萨道跟生文人的看法不同 就在这一点 生文人看三界 看三界如老狱 看到生死 如冤将 是三界如老狱 是生死 如冤将 这是生文人的看法 所以他想赶快自己摇生死 他看到这个三界龙回生死 好像坐牢 好像被关在这个牢房里面 是三界如老狱 看众生 他看这个三界六道里面的众生那么多 他没有办法度他 他看到这些众生 好像冤家 好像跟他接了很大的仇恨 好像冤家 他赶快要走 就厉害他 不愿意跟他在一起 这是生文人的看法 生文人的三界观 菩萨 菩萨不是这样 菩萨 他把这个三界六道的地方 看作是他的修行道场 把这个三界六道 龙回生死的古道地方 他看作修行的道场 看作自立力 他的很好的环境 所以他很乐意的 住在这个三界六道里面 他目标就是要使这个三界六道里面的众生 能够得到利益 得到安乐 所以菩萨在《华言经》里面说 但愿众生得离苦 不会自身求安乐 他只是希望众生能够离苦得乐 他自己 他一切都无所谓 他是这种的愿力 愿意住在这个三界六道的苦恼的地方 所以释迦牟尼佛 他偏偏发愿 要在五诸俄师 来度化众生 来修行众佛 原因就在这里 菩萨了之 血脱安乐 生死过半 而能处之 实名菩萨不可思议 这说明菩萨道的不可思议的情况 菩萨他明明了了明白 知道得到血脱 把烦恼断了 得到涅槃的血脱 那是很安乐的 很平安 很快乐的事情 就是说 正道出世间的涅槃 三城圣国 那是很安乐 很快乐的事情 在三界六道里面 受轮回生死 那是一种很苦恼的事情 是过犯 因为做罪业 做罪过 才受轮回生死 才有这个泛滥 痛苦 菩萨 而能处之 他在这个三界六道里面 处之泰然 很自在的 不会觉得有什么苦恼 使命菩萨不可思议 这就叫做 寻菩萨道的时候 他所做的 不可以心思 不可以口意的 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 因为你通常的看法 总是叫人赶快 厌理生死 修正涅槃的血脱 而菩萨他自己 却喜欢住在 这个三界六道 能处生死之中 他并不打算 要出三界了 从此 他并不想 离开这个地方 明明是苦 而他愿意住在这 他就是完全 未了要利益重伤 这就是菩萨道上的 不可思议 菩萨所行 不求恩报 受恩之处 常是反报 菩萨道 他经常 凡是所作所为 行 就是造作 菩萨所行的 所有造作的一切 一举一动 他如果为众生做事 帮了众生的忙 度了众生 众生得救 菩萨 不求恩报 不说 我今天帮助你了 你对我多大的好处了 那你将来 有什么样的 环抱我 菩萨没有这个观念 不求恩报 他认为 他这个工作 是当然做的 本分是 没有什么了不起 应当做 他不会求人家 怎么样的 报答他 什么吉草 还还的 这些 他根本就不想他 可是如果菩萨自己 受到人家的恩惠 常识反报 不要报答人家 菩萨自己 如果接受人家的恩惠的话 他就要想办法 赶快 还报 得到人家的帮助 得到人家的 这个 诉欲 他就赶快 想办法 要报答人家 人家给他一分 他要还报 不但是加倍 甚至多几倍 十分 百分 反报 所以菩萨 处处念众生恩 认为众生 使他成就菩萨道 众生以他 有大 有很大的恩 所以在华严经 普贤 黑怨瓶 里面 在十大怨王 第九 横顺 总成 说得很清楚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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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